西松平常的午后 一个情场失忆的背包客 向着山里走去 他给自己定了个奇怪的规矩 24小时后 必须远路返回 现在已经过了8个小时 在经过一片逃灵后 面前出现了一个洞口 如果这时候玩家选择离开 那游戏就会进入第一个结局 逃离 有个神秘人在说什么 任务失败 那个女孩也带不回来了 这个结局为什么叫做逃离 那个女孩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选择重新进入洞口 这里竟然是一片 与外界隔离了2000多年的世外桃源 村民对我们都很热情 但是饭后 村长却把我们喊到了一旁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护月村有个规矩 晚上呢 一定要锁好房门 千万不要出门 夜晚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吗 村里为什么会有这个规矩 晚上到底有什么 我们究竟是在现实 还是幻境 我是小青 今天我们来挖暗黑桃花园的故事 你是何人 走出洞口 一个女孩子站在我们面前 我向她介绍 自己叫做记鸣 在山中迷了路 误打误撞才来到这里 少女说自己叫做双花 并且非常热情地 邀请我们到村中休息 在村口偶遇了几位村民 看得出来双花在这里很受欢迎 村民都喊她神女大人 在简单含声几句后 双花便匆匆赶去 排练桃花节用的祭祀舞蹈了 这或许是当地村民的一种习俗 村长在安排我在家中用餐 好生热情 饭后 村长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小屋 并且反复叮嘱我们 夜晚不要出门 如果这个时候玩家选择遵守规则 那一切真相都会沉入黑暗 在和村民的长时间相处中 我们也会爱上这里与世隔绝的生活 选择亲手埋葬 关于外界的一切物品 成为新的村民 而如果我们出门 则会看到熄灭的山上 传来了零碎的火光和圣人的笑声 东方传来的却是稀稀缩缩的铃声 我便寻着声音找了过去 一片绝美的湖景映入眼帘 而比湖景更美的是湖中的少女 她穿着黑红色的长裙 衣衫松垮地搭在身上 看背影像是双花 但是气质又和白天的她完全不同 少女从湖中起身 没有给我们思考的时间 便非常具有侵略性地吻了上来 这时候你会怎么选呢 主动迎合 本着没有不要的道理 你把手伸向了她纤细的腰肢 而她却推开了你 今晚到此为止吧 拒绝瑟瑟从弹幕做起 你怎么还上手呢你 真的是 少女抬手晃动铃铛 我们当场便失去了意识 在睁眼的时候 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 早上好 双花带着我一边走 一边介绍村子 想让我更快融入这里 在和村民的相处中 我发现眼前这个姑娘 和我梦中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单纯 善良 性格温柔 和昨夜那种开放 妩媚的气质 有着强烈的反差 就当我们真的以为 只是做了一场 不纯洁的梦的时候 双花却带我来到了 昨夜那片湖边 梦到了我 记录梦里的我 是什么样的 我向她简单描述了一下 昨夜她的穿着和模样 双花的脸一下 就从脖子红到了耳根 在湖边走了一会儿后 我们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她说自己很喜欢这里 但是每次来这里 都会做奇怪的梦 梦中有雪 有可怕的笑声 但是一觉睡醒 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还说自己最近 总会梦到被山鬼 拢走的父母 我也好奇地问她 什么是山鬼 山鬼是山上的妖怪 他们白天躲起来 晚上会出来害人 山鬼擅长化形 他们会变成村民的样子 迷惑人的心智 这么说 我昨晚碎时见过 和双花长相一样的少女 双花说村里有个女孩 叫做清禾 是唯一亲眼见过山鬼的人 但是在那之后 记忆便出现了问题 忘记了许多东西 我急忙让她带我 来到了清禾的房间旁 屋内没有人回应我的呼唤 我便轻轻推开房门 一个衣着破烂 腿上带伤的小女孩 蜷缩在角落里 看似还很难沟通 只能用点头摇头的方式 来回答问题 从她这我了解到 山鬼 确实不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怪物 而是真的和人类一模一样 甚至是和村民一模一样 我问她在我们之前 是否还有其他人来过这里 她却好像很痛苦地 在回想着什么 我不知道 看她这副模样 我也不好过多为难 回到房间 从兜里拿出一开始的计时器 居然还剩下13个小时 但我分明在这里 待了一天一夜 一堆问题 开始反复冲击我的大闹 昨天晚上那个女孩 会试山鬼吗 试的话为什么没有伤害我 双花从来没有见过山鬼 相当于山鬼 也没有亲眼见过她 就算山鬼会化形 那他们的样子 怎么可能一模一样 强烈的好奇心 让我没有办法入睡 昨天晚上到底是不是梦 看来只有再去一次湖边 才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寂静的夜里 灵星的月光 洒在湖面上 并没有见到 左翼的少女 正当我准备回去的时候 身后却想起了她的声音 在这儿呢 来吧 少女带我们乘船来到湖心 伸出手轻轻触碰湖面 一阵微光便很快 从她的指尖蔓延开来 正是这股微光 让全世界的风都停了下来 整片湖 静得像是一片 无边无际的明镜 这种超自然的现象 显然不是我能理解的 但是眼前的少女 好像只当这是个小把戏 她究竟是谁 双花的双胞胎姐妹 还是双花的另一种人格 又或者 她是扮成双花的山鬼 你很想知道 我是谁 我若是村民所说的山鬼 你会怕吗 察觉出她对我没有恶意 实在是无法把她和山鬼 联系到一起 或许她是村民口中的山神 也说不定吧 少女被我们的回答逗笑了 随机问起的外面世界 现在的样子 高铁 飞机 这些桃花园内部存在的东西 她认真听着 不时感慨外界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提醒大家出去亲眼看一看 她却没有说话 眼神中充满了失落和无奈 在约好随后的几天 继续跟她讲述外界的现状后 她便抬手 咬动铃铛 我为什么要来桃花园 我想出去吗 或许吧 反正外面也没有人在乎 忘了和她在一起待了多久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房间 出门来到祭坛 双花正在声色地练习着 过几天桃花节用的舞蹈 看得出来 她的这个节日非常重视 但她却无比紧张 动作僵硬 时不时用余光观察着我们的反应 这样下去 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熟练 我叫住了她 和她说 可以把观众当成大白菜 来换这种紧张的情绪 一直陪她到了夜晚 才按照约定来的虎边 和少女 继续讲述外面的世界 少女说 因为双花是村中的神女 所以大家都会以精神的礼仪待她 自然会有一定的距离 而我却不用在乎这些 算是成了她唯一的朋友 可是 为什么她会知道 白天发生的事情 清晨 在被双花练习了一会儿舞蹈后 我在村中打听到了一些特别的消息 这里2000年来 居然没有记载过任何历史 这对于一个真实存在的村庄来说 未免过于反常 随着时间发展 双花的舞蹈越来越熟练了 这天递给了我一份亲手做的桃花糕 立刻就红着脸跑开了 刹时间 我几乎分不清究竟是双花羞涩的面颊 还是糕点上粉色的花瓣 更像是春日桃花 经过几个夜晚 我也把外美世界现在的模样 形容了个七七八八 或许是为了感谢我们这些天的陪伴 少女转身走向船头 竟然在湖面上跳起了个双花 一模一样的舞蹈 但是动作却流畅至极 仿佛已经跳过几千遍 几万遍 恍惚间跨越了时空 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了起来 从我们进入这里到现在 大概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我那个慢了十倍的计时器 也终于数到了最后几秒 我已经忘记当时为什么要带着它了 但是总觉得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个铃声响起时 你会变成另一个自己 迷茫 人生无望 甚至一心求死 你无法回忆过去 无法看到未来 只有当铃声再度响起之时 才能找回原来的记忆 那时 就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大侦探 我们解锁了他的电脑 他是因为一个网络传闻而出走的 桃花源的传闻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私家侦探 接到委托 寻找一个因为桃花源传闻失踪的女孩 我翻遍的所有相关信息 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清雨镇的深山中 有人说自己曾经去过那儿 我根据他论坛中描述的路线走了一遍 却什么也没找到 而那些声称见过桃花源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迷茫 糊住 对生活失去希望 抱着尝试的态度 我把自己催眠成了现在的样子 再过真的找到了传闻中的桃花源 只对人生失忆的人开放了 还真是有意思 又或者 这里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在大脑中飞速浏览 最近和村民相处中怪异的地方 他们说山鬼会夺去人的记忆 这不可能 村里连经验最丰富的猎户 都没有亲眼见过山鬼 双华说这里的人不需要洗漱 夜晚的风会带走人身体上的污秽 这不现实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夜晚发生的事情 而这里唯一不像本村人的 应该只有亲和了吧 我从床底拿起了一块锋利的石头 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 抱歉 我今晚不能赴约 你来了村里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还是不懂规矩 晚上 就应该是享乐的时间 把自己关在里面 多无聊啊 出来吧 出来吧 别让我白来一趟啊 开门 开门 开门啊 正如我猜想的一样 白天憨厚老实的村民 此刻完全变了模样 正站在亲和的房前 一下一下地垂大着他的房门 看到我走过来 他的嘴角立刻咧到了耳根 大喊着就冲了过来 我感受着手中的石块 刺进他的胸膛 一股没有温度的液体 涌到了我的手上 这就是他们口中 所谓的山鬼了吧 还真是丑陋呢 我知道 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我对屋中的亲和喊道 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在和他的沟通中 我基本可以确定 村中之所以 没有人见过山鬼 是因为一到晚上 他们自己 就会变成山鬼 而白天 又会忘记 晚上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 我赶到来时的洞口 想找一条出去的路 结果无论我怎么走 最终都会回到起点 看来想出去 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又回去找到的亲和 他却并不记得 我昨夜来过这里 看来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最起码需要确定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噓 七明不要大声说话 绝对不能让其他人 发现你在这里 我是村里的神女 本来不能带男人回房的 为了更加顺利地离开这里 我把所有推测 都告诉了双花 他也愿意协助我们 来探寻真相 所以今晚我决定 留在他的房间 观察入夜后的变化 七明 有点不对劲 想睡觉 七明 不行 随着熟悉的风铃声响起 整间屋子都变了模样 我心中又惊又喜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急忙向他问起了 出去的办法 他却把我推到了墙上 双花现在的样子 像起了因为男友 失约而生气的现代女孩 但是我并没有心情思考这些 我说自己是从外面来的 终究还是要离开这里 并且因为工作 还要带走村中的清禾 双花的醋意减轻了不少 不过你可能要失望了 你要找的女孩 或许不是她 十多天前 两个女孩来到了桃花园 她们一开始挺喜欢这里的 想要留在这里 不过 她们在夜晚时 偷偷溜出了门 看到了一些东西 之后便想着逃出去 她们经历了重重考验 最后还是失败了 一个女孩变成了小猪 第二天就被宰了 另一个嘛 就是清禾 你要找的是活着的这个女孩 还是被吃掉的呢 听着她面不改色地说完这些 我的心中有一瞬间 为自己选择相信她而感到后悔 但是我还是问出了 她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看看 双花带我来到了那片祭坛前 此时攻击中充满了血腥的气味 白天憨厚老实的村民 被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占据着大脑 她们相互殴打 把牙齿打飞出去 也只觉得刺激 好一片炼狱的景象 外人 祭屁 外人 祭屁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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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大喊着朝我冲了过来 双花一挥手便打飞了她们 许久没见 你们愈发无礼 我今晚不想杀她 也不许你们杀她 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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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这就是夜晚的桃花园 这里从未有村民出生 也从未有村民消失 我们活了两千年 也已经死了两千年 你想听听看忽悦村 不 忽悦国的是吗 战国末年 秦国横扫六合 一统天下 边陲小国忽悦国 国境五十里 人口数万人 应掌握长生之术而闻名 忽悦国曾得一块天降骑士 半十恶王者 死后灵魂不散 永存于骑士幻境 秦王追求长生不老之术 寄予骑士 出兵十万攻打忽悦国 忽悦国军面对秦兵压境 自知不敌 但他不想将长生时拱手相送 也不想让忽悦国就此灭亡 国军命炼丹师将其石炼成丹药 令机关师在深山修建坟墓 实行藏国计划 长生石炼成的丹药 被忽悦国公主花扶下 花遂九百名自愿殉葬的国民 一同活埋于墓中 从此 忽悦表面上被秦灭国 实际上 却以另一种形式存续下去 墓中 花醒来了 她拥有了开天辟地的力量 只要她一挥手 便有桃林生长 便有房屋竭力 花并不孤独 她有九百国民陪伴 她想继承父王的遗志 哪怕是在这永恒幻境构建的世界里 也要带领大家重建故国 她原本相信 在这幻境之中 他们可以长生不死 可以心想事成 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然而 她错了 长生不死 是一种神赐的馈赠 一世无间地狱般的折磨 村民们不会因未知而担忧 不会因死亡而恐惧 但也丧失了活下去的乐趣 只有高强度的刺激 才能让他们体会到活着的感觉 只有野蛮纵欲 才能填补他们心中的空虚 白天的村民 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白天的我 是两千多年前 那个无忧无虑的我 他们不记得忽悦国的事 只记得我构建的虚假历史 每年桃花节过后的第二天 记忆就会重置回一年前 我厌恶忽悦国的国民 在长久的岁月中 变成这种不忍不轨的模样 想让一起回到最开始 但是啊 现在这副样子 或许才是真正的我们 我知道你很重视白天时的我 你选择去相信他 会关心他 为此我也愿意给你一个选择 是留在桃花园 还是离开 这时候玩家将面对 影响主线剧情最关键的选择 留下或者离开桃花园 此刻的我们已经熟悉了 这里的生活 和白天的双花也心生倾诉 但是因为有委托在先 依然选择着在清禾一起离开 双花说需要在昼夜交替之时 走进来时的洞口 开启火招之路 在躁动的村民手下 跑出去才行 第二天一早 我们便找到了双花 向他诉说了昨夜发生的一切 与夜晚的他不同的是 此时的他对外界充满希望 想和我们一起出去 但是他毕竟已经死了两千多年 现实中的他 想必已经化为一句枯骨了 一旦离开骑士幻境 必然会魂飞魄散 于是我反复向他确认 是否真的想要离开这里 我还是想出去 我还是想出去 我们在这里活了几千年 每年都过着重复的生活 每隔一年要被剥夺记忆 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了晚上的我定下的规则而活 村里的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 如果出去后能回来 我就可以把在外面看到的一切 讲给大家听 这样 大家就不会因为毫无改变而痛苦了 哪怕不能回来 我也不后悔 至少 只是白天的我们 第一次做出自己的选择 长生花之影的道路 被我们称作 活照之路 是不是很美啊 快走 可是 金明你怎么办 去去出生 你敢打我 杀他 杀他 好啊 好啊 是 快滚 有人在扔石头 所以金明 这里没你的事 快走 金明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当我在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现实 眼前是桃花源那九百村民的尸骨 和一口石棺 双花的魂魄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 嗯 是我 我刚刚发现金明不在了 自己也躺在棺材里 我很伤心 就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想见你 现在终于能和你说上话了 我在忽悦村时 每天都在想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现在终于亲眼看见外面的世界了 真的好美啊 我很胆小 如果没遇到金明 一定没法鼓起勇气出来 现在能看到这种美景 真是太好了 可是 我 回过头去 双花的灵魂正在一点点消散 我从山洞出来时 就觉得身体静飘飘的 走路一点也不累 我早就想到会如此 只是没想到那么快 但是 金明不用自责 和你相遇 相识 再和你一起走到这里 这段时间虽然很短 却是我千年来 第一次真正活过的时间 遇到你 我不后悔 故事的最后 我们和亲和获救 躺在医院里 仿佛之前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梦一样 对了 清明哥 你还记得 走火照之路那段路时 我和双花姐姐先离开了 你独自留下对付村民吗 当时 你很久没来 双花姐姐很担心你 她非常紧张 就开始对我说话 说你教过她 在紧张的时候 就要念喜欢的事物 她一直在念你的名字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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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回溯 来到了当初选择的那个夜晚 亲眼见证过双花的消散后 我们改变了主意 决定留在桃花园 等待外界的肉身死去后 彻底成为这里的意愿 清明 我还是想出去 这一次双花的回答 依然和之前一样 不过我骗了她 我骗她先去完成桃花节的祭典 之后再带她离开 结果我却躲进了深山 不敢面对她 反正到了第二天 她就不会记得这件事了 我是这样想的 结果之后的百年时间里 我每一次轮回 都会试图让她打消 离开这里的想法 但是每一次 得到的答案 都不是我想要的 她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执着 最终在长久的岁月里 我实在无法接受 让夜晚的双花抹去了我的记忆 选择彻底堕落 再次完美的结局吗 时空再次回溯 来到了我们找回记忆的 那个夜晚 这一次 我的脑海中 涌入了所有结局的画面 不论选择相信谁 离开还是留下 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这一刻我意识到 我从来没有选择 相信过夜晚的双花 我来到湖边找到她 把所有的一切都托盘而出 此时的我们外界的肉身还在 只要我能出去摧毁其实 别人打破永恒幻境 让所有人获得解脱 我喊来全村的人这样说着 赞同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一次的火招之路无比顺利 九百魂灵跟在我们身后 一起来到了桃花园的入口 回到现实 打开石棺 里面躺着的 就是真正的双花了吧 不过这一次 我依然骗了她 我并没有选择摧毁其实 而是吞下了她 靠近其实者最多可以活七日 也正是这一刻 我的生命开始了倒计时 抱着一丝希望走了出去 我想带她们渐渐如今的世界 结果等待我的 却是像死一样的寂静 我失败了吗 我一个人坐在摩天轮上 看着窗外的落日 不知道双花看到这幅画面 会怎么想 我会觉得很美 静明 外面的世界 很美 静明 外面的世界 我也觉得很好看 静明 静明 我的静明 你别忘了 静明忘了我也在 然后 静明 在 作出 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